面板的题材是不是又起来了呢 三星稳坐全球的电视龙头宝座 近年来主攻高阶显示器 那未来在LCD面板的需求上 会更加仰赖台厂友达跟群创 还有中国的面板厂 韩厂三星近年来主攻高阶显示器 逐步降低LCD生产 未来LCD面板需求上 将更加仰赖台厂的友达群创 还有中国面板厂 预期面板双虎营运也将持续受惠 面板大厂友达即将在29号召开法说会 市场关注下半年面板景气和展望 美国人的消费力道是持续的下滑 那当然对于过去的这些 这个面板的一些相关产品的需求 比如NBPC或者是家用电视的需求 就持续的下滑 根据研究机构统计 2021上半年全球电视受惠宅经济 欧洲杯足球赛 东京奥运等运动赛事催化下 上半年电视出货量达到9830万台 年增率6.8% 但下半年随着全球疫情趋缓 摘经济效应减弱 电视需求回归理性 出货量预估将面临修正 需求端很健康 供给端目前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够供得上来 欧美解封后中端消费市场开始有变化 例如观光运动旅游相关产品需求 及企业采购支出复苏 居家商机将逐渐恢复理性 7月小尺寸电视面板价格将会进行反转 第三季面板涨幅也会慢慢兼换 三例新闻 渔城湖吕裴军台北采访